将尽快公布实现结果 免职的处理 公车私用私驾 人们难免觉得司空见惯 针对这样的现象 各地呢也都给予了重视 也都在出狠招 比如说辽宁省辽阳市 这个宏伟区区级领导 年车补7.6万元 引起热议还没有消去 那么保定市就规定 6000辆公车全部要代标上路 接受社会的监督 这一次呢 昆明市严禁公车私用 尤其是一律停职免职 这样的死规定 更可谓是重罚 但是公众对于此项规定 仍有一律 这样严苛的规定 是否切合实际 是否能够真正的遏制 公车私用 来听听朋友员杨宇的观点 杨宇你好 你好 刚才对桃消息当中 说到的这个昆明的做法 不可谓不严厉 任何一种方式出现之后 停职免职 对这样严厉的规定 你觉得它的效果 有什么样的判断 这个昆明的规定 八个严禁 我觉得我听了以后 不是很满意 我相信很多观众 也不是很满意 为什么呢 这仍然停留在 表决心下禁令的阶段 无论你的禁令 起了多么严厉 用词多么 这个措辞多么严厉 但是大家真正关心的是 你这样的严格的禁令 能不能够执行下去 我觉得八个严禁 倒是不如一个妙招 刚才小梦你也提到了 这个有很多地方 都有各自的招数 其实我觉得像宝定 他6000辆公务用车 每个车的前面 都要挡风玻璃上 都要挂一个袍上 写上公务用车 那么这样的 我想至少能够让 走在街上的公众能够看到 识别足理 这是一辆公务用车 当然公车私用这种情况 仅仅靠这样的一个妙招 就也没法完全地解决 但是至少是向前 推进了很多的一步 那么相比之下 我想八个严禁 跟一个妙招相比 就不够具体 也就不够深刻 这样的情况 出现在今天的昆明 现在有了求和的昆明 真的是让人有点失望 那有没有积极的一面呢 我觉得应该说 昆明采取这种态度 应该是有积极的一面 而且我想 公车私用的改革和禁令 我想是整个公车改革当中的 一个应该说是 治标的一个环节 我觉得我们在公车改革 这个方面 八个治标的环节 倒不如一个治本的环节 什么是治本呢 我想我们看到 国内很多地方 像大庆 像杭州 包括现在的昆明 昆明在四年以前 也在一些自己的几个区 开始了公车改革的试验 那么这些试验到今天为止 都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效 但是呢 也这个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当中的共性 就是如何打破既的利益 他们采取普遍的 公车改革的做法 都是把公车 基本上取消 然后呢 把这个公车货币化 去补贴给 这个相应级别的官员 而补贴